農民种植果树 常常要登高进行修剪 套袋 采收 过程容易发生坠落意外 台南区农业改良厂 研发国产电动履带式高空作业车 可以大幅提高平地果园管理作业的安全 现在由农改厂研究人员来进行介绍 我们这台是电动履带式的高空作业车 那这个作业车的话 它最主要的特色 它是以电池来作为动力源 那一般传统的高空作业车 它是以汽油 那汽油的话 它缺点就是说 我引擎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发动 所以当农民在高空作业的时候 它会一直闻到汽油的臭味 那我们这个的话 在待机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不会耗费能源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坐业车的那个履带 那我们会采用履带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在田里常常会有一些坑坑洞洞 那这个履带的话 它可以直接跨越那个坑洞 而且不会让机身造成很严重的摇晃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千区电池 这个有四颗每一颗它的容量是100安培小时 那它可以供这台高空作业车持续行走四小时以上 对 然后这个是那个马达驱动履带的那个马达 因为我们是直接利用电动马达直接驱动 所以我们的驱动效率可以非常的高 而这个马达的瓦数也可以非常的低 它一颗马达的功率大约是1.5k瓦 然后这个是那个油压棒 这个油压棒的功能就是来 打动这个油压来驱入这个油压缸 来使这个吊杆升降 那我们这个吊杆的话 它具有一些平行机构的设计 我们也有去做过一些计算 它可以在负载120公斤以内 倾斜20度以内 保证绝对安全 不会倾倒 然后这个遥控器的话 它可以拿下来 当你的车子如果是要上车或下车的时候 你人并不需要在作业台上面 你可以在底下去直接做操作 然后我们这个是国内 应该是说我们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台 以电动为动力源的高空作业车 果园用的 为人能确实符合台湾果园生产环境 邀请曾经使用过进口高空作业机的农友 来进行试用 以前的工程都是用人压腿 背着手的车车 这样速度发展 并不清楚 第一台是茶椅子 茶椅子 他并不想说 工作的时候 他继续在那里发动 有噪音很大 还有污染 皮的味道 这台有什么 安全性很好啊 他继续在操作的 还没有噪音 他并不想说 他操作的灵敏度很好啊 国产新型果园高空作业车已达量产阶段 目前以文旦果园先行试用 将来可以推广到其他平地果园 使果农都可以受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